在一个平面随便画上10个点 只要没有两个点在同一个水平 或在同一条垂直线上 那你一定能够在里面找到4个点 由左到右越来越高 或者越来越低 至少有一个会成立 例如这个例子 能找到4个点连线起来 从左到右往上涨 也刚刚好能找到4个点 由左到右往下跌 你说我不兴 画了不往上涨的10个点 这就能轻易找到往下跌的 反过来也一样 要它不往下跌 就能找到往上涨的 拿出纸笔试一下 要么就找到4个点往上涨的 你想要破坏这结果呢 就会找到往下跌的 那你又说 哎呀这10个点这么多 哎呀找得很简单的 有道理 不过只要少一点 9个点就能画出 既找不到往上涨 也找不到往下跌的4个点 差一点点都不行 简化题目 既然没有任何两个点 在同一条垂直线上 把点由左到右看过一遍 每一个点的高度记下来 变成10个数字排一起 你找到4个点往上涨呢 等价于找到4个数字 由左到右越来越大 又因为没有两个点在同一个水平嘛 这10个数字呢都不一样大 我们给它由小到大排名 所以现在问题变成了1到10随便排一排 能否一定挑出4个数字 要码是越来越大 或是越来越小呢 这要怎么证明呢 我们来盖大楼吧 由小到大从1楼往上盖 1号先 没人跟他抢 他就在1楼一直往右盖房间 2号上来 发现他的位置 1楼已经有房间了 那也好 以他为基础 在2楼往右盖房间 3号上来 1楼还有空间 就往右盖 直到不能盖为止 接下来4 5 6 按照顺序 在别人的基础上 都想办法往右盖 这会儿盖了4层楼 先拿顶楼的一个人开始 7号盖在谁家上面呢 6号 这表示楼上的7 一定比6还要大 因为如果比6还小的话 当初6号都还没盖好呢 肯定不会盖在6号的上面的 再看看6号的楼下 是5号盖的 5号又盖在1号上面 就此到了1楼 这1 5 6 7 就是越来越大的数字 也就是只要这大楼有4层 就能找到4个数字 你又说 这不可能每个大楼 都4层楼也上吧 没错 这就是3层楼的例子 找不到4个越来越大的数字吧 不过你想想 10个人 3层楼 一定有一层住4个人以上的 这叫歌龙原理 虽然这大楼是给人住的 不是给鸽子住的呢 也一样 总之呢 在同一层楼 左边的数字 一定比右边的还要大 因为如果左边比较小的话呢 它当初就会一路盖到右边 而右边后面踩来的呢 就会盖到头上了 所以在同一层楼的 数字往右会越来越小 10个数字盖大楼 要码就是4层楼以上 找到越来越大的数字 要码3层楼以下的话 肯定有同一层 有4个数字越来越小 这叫做Erdish-Zegeles定理 至于整个电底跟魔术方块 有什么关系呢 一点关系都没有